接下来看几乎每一天都会报道到夏季洪灾 气候变迁在今年的灾害显得非常频繁 6月底到现在从中国大陆 印度 澳大利亚 不断的都有洪灾水患 这是反射音现象连续发生三年 让太平洋西岸雨水变多 但是东岸却特别干燥 今年夏天欧美出现异常高温干燥 意大利冰川崩塌 主要河流水位严重降低 专家紧急呼吁唯一的办法是 每个人尽量节能减碳 而联合国指出 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方式 加速地球暖化 等于是人类的慢性自杀 海洋温度升高 台风生成频率与强度都越来越大 中度台风芙蓉在广东洋江附近海域掀起大浪 造成船难 中国大陆风电工程船辅警一号沉没 到7月5日为止 只救起4人 找到12具遗体 还有14名船员失踪 中国大陆内陆状况也不好 6月中开始南方珠江流域 因暴雨造成严重水患 数十万人疏散 出不估计珠江流域经济损失高达17亿人民币 广东英德站水位一度高达34.57公尺 一般住宅三楼以下全泡水 是1915年以来珠江流域最高的洪水水位 雨停了水却难退 同样洪水为患的印度阿萨姆邦超过179人罹难 一座大坝溃堤造成灾情失控 阿萨姆邦有13万8千多栋房屋被冲毁 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印度卢比 约合台币38亿 活着的人要重拾希望更难 因为今年根本无法耕种了 超过740万人成为一无所有的灾民 水患蔓延到邻国孟加拉 也夺去超过150条人命 已经入夜了雨还不停 澳洲新南威尔斯的警销摸黑 划小艇进入社区搜救 也检查路边车中有没有受困民众 7月初热带气泉侵袭澳洲 因为反圣因现象而夹带了更多雨量 雪梨被洪水围困 两万户断电 8万5千人被要求撤离 但水淹至少一层楼高 许多人只能等待救援 救灾中心内食物已备好 但灾民还被水围困 新总理埃班尼斯巡视灾区 民众抱怨显示 他新上任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澳洲联邦政府马上宣布 7月7日起 部分灾区民众可领到补助金 大人每人约可得到1000美元 儿童则约400美元 但这确定是治标不治本 澳洲今年已经遭遇第三次洪灾了 反圣因现象连续出现第三年 太平洋中部与东部海水降温 西部海温增高 导致美西美南干燥 东南亚地区降雨却更多 登山客们败心折返 意大利警方则持续检查 意大利山岳度假圣地卡纳泽附近 停放多天没移走的车 车主可能就是7月3日 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事件中的 失踪或罹难者 夏日上山三个步 过去安全道不需要入山登记 但没人想过冰川会崩塌 由于担心冰川状况不稳定 目前只用直升机继续搜救 崩塌的冰川上方留下一个大洞 残破的地球正对人类怒吼反扑 因为气候灾难而流离失所 或面对饥饿的 很可能有你我或我们的下一代 环保节能减碳少用塑胶 能减少地球暖化的事 今天就开始做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